哈喽朋友们我来了 今日体重125.8斤 果然吃的少还是会掉成 今早我感觉咖啡机逐渐上手了 就是萃起咖啡的部分没拍上 但是打奶泡是成功了的 而且拉花的感觉出来了 就是这玻璃杯太不适合拉花了 这次主要是想给大家拍一下效果 所以用的玻璃杯主要是真的会烫手 不过我打的奶泡有点多了 全部倒出来也成了奶盖的感觉 但拍出来还好看哦 再拿出来昨天闺蜜送的栗子蛋糕 近日早餐就完成了 非常非常有仪式感的一餐 就是糖分有点超标 这个咖啡真的确实向外面买回来的味道 因为我这个豆子是听朋友推荐买的拼配豆 这种萃取出来会有比较多的油脂 而且味道就和外面买的差不多 事实呢也确实是这样 关于这个蛋糕啊 应该是难挂例子的 但我隐约还是吃出了一股咸蛋黄的味道 它最上面那一层粉好像是咸蛋黄的粉末 味道吧不能说奇怪 但是挺神奇的 就是吃多还是有些腻 我是没吃完 主要也是因为吴姐中间给了我一个老面包煎蛋 还是她早晨没吃的 一下子早餐就丰盛了起来 吃完面包就饱了也没肚子再吃蛋糕了 剩下的就留给小家 嗯吃完饭呢化了个妆就出门 在21度的天气穿个微衣裙子光腿是正好的 这套衣服去年买的 当时穿完全就撑起来了 特别嫌胖 今年瘦一些穿上才真的有那种感觉 今天久违的戴了耳钉 主要也是因为该洗头只能竖辫子 穿的也太素了就自己配了耳钉 上午约好去逛街之前逛就想去试试试玩 但赶时间没试成 今天终于有机会了 逛了一圈拿了六件都没有太满意的 要么就是看着好看穿上不行 要么就是穿着还行但没号 总之试了一圈都没买 不过有一说一他们家十一间拍照还挺好看的 逛完街我们准备去吃一家小的烤肉店 把车放在了商场坐公用车去 因为那边是小路 而且有个学校就开车可能还不如公交方便 最近一直在刷那家烤肉 觉得自己终于能吃到了 所以一路上特别兴奋 直到走进去看见满座我都还保持那份开心 想着等等就行了嘛 吃饭排号那岂不是很正常 但我过去问老板大概还等多久 老板来了个中午都忙不过来 刚才那桌都没收拾 我俩实在忙不过来了 这一句话把我憋得直接五花可说 意思就是别等了去别家吧 也是挺无奈的 现在想想还是非常不高兴 一个期待了很久的东西 到了却告诉你没办法得到 这落差感 整的我回去一路都很不开心 最后我俩只能沿路返回去 商场吃了烤肉自助 下午继续去看了电影 出来外面的夕阳已经出现了 真是好喜欢夕阳 看见之后感觉一下把之前的坏心情都治愈了 晚上回家五姐包了饺子 这次是萝卜馅的 大家是不是也很少吃 五姐包饺子像是开盲盒一样 你永远想不到下一次是什么馅的 不过我先喝了半碗火龙果奶漆 晚上呢 闺蜜还给带了好多面包 这以后微想要我呢 当然就是在家等待她的回归 这期间认真学习了一下 之前有个朋友说晚上记忆力会好一些 我就准备尝试一下 好像确实有点比白天会清醒一些 而且还挺好入睡 就是这方法对小蒋好像也挺管用的 在外面叫了她半天没回应 就感觉事情有些不对劲 走进卧室果然不出所料 睡得也太香了 因为中午叫她睡觉 她没睡 所以就有了这样的场面 今晚就直接让她睡觉了 明天早起再写吧 那今天差不多就到这了 咱们明天见 拜拜